明杰剛剛看到的是 奧斯汀跟布林肯宣誓抗中保飛 對 不管美國選擇怎麼打 那你看到拜登政府這一個國安兩大將 那國安部長奧斯汀跟這國務卿 這一個布林肯 那這星期 這接連走訪從日本一路 現在來到菲律賓 那從這個美日到美日韓三邊 到美日印澳釋放安全對話 那現在緊接著 那個美飛2加2的房長加外長會談 也在進行 那剛剛看到這個國安部長奧斯汀 宣布說前所未有的投注5億美元 要幫助菲律賓 進行所謂的海上的這一個防衛 這個部分 那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臺灣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其實有拿到12億美元 因為整個亞太的軍員是20億 那菲律賓拿到5億 其實並沒有比臺灣多 而且中間有包含1.28億的美金 是要用於 那整件這個菲律賓出界美軍的9個基地 而且中間有三個離臺灣非常近 所以這一筆軍員的資金 除了協助 這一個菲律賓海上防衛之外 其實跟臺海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現在小馬可是 這個菲律賓的總統還談到說 美軍的存在 絕對有助於亞洲和平的穩定 而且他同時非常保守的 講到說 美非定期的這個接觸 他用接觸來形容 其實這已經 這非常大的軍事合作升級 是有助於 菲律賓在對抗 中國上面的靈活反應 那其實這中間就留一手可進可退 那這一個菲律賓的外長羅穆斯 其實也非常關切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所以他其實跟臺灣很多論調一樣 講到說不管美國大選最後是誰勝選 那相信美國對菲律賓的政策 都不會改變 因為共和跟民主黨過去來講 對菲律賓的立場都是一致的 那除了菲律賓之外 緊接下來就是非澳洲的部分 澳洲的這個北部 最近也在大興吐沒 有兩個基地 一個叫丁達爾的空軍基地 另外一個叫這個達爾文海軍的基地 那丁達爾基地比較特殊是說先前 那他已經美軍預計投注高達20億美元 要來整件包含像增件機庫 機瓶甚至大型的油庫 未來要停的 讓這個美軍能夠讓他 這個可以停止 至少6架B-52H戰略轟炸機 在這裡進行固定部署 其實這部分我們就不禁聯想到 前幾天 美國才向日本承諾說要提供 這延伸嚇阻核保護傘 那更早之前對南韓也有相同的動作 所以你從這一個角度 一路可以看得出來 從北部的南韓到日本 到現在接連到澳洲 未來進駐B-52H 甚至B-2A轟炸機 F-22戰機也進駐的情況之下 整個核保護傘 其實是涵蓋台灣跟菲律賓 那最後補充 剛剛講到彭博 說這一個 北京可能在打交道上面 比較想要跟這個 比較熟悉的川普 那來這個 等於說希望他當選 但是其實反過來 另外一個層面看 如果今天是打交道 是這一回事 如果今天是這個 習近平想要入侵台灣的野心 真的要跟美國爆發衝突 要打一架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先前談到 光看川普中槍之後受傷 站起來很fight 我相信習近平心中 應該是不希望跟這樣的人 不只是打交道 還有這一個真正開戰 或爆發衝突 Hello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我記得這次問大家 下次再見